别看了 张不良哭了 刚才嫂子打电话跟我说 张不良从昨晚到现在一口饭都没有吃 就因为想出去打工 大鸡哥不让去 两人多了几句嘴 然后张不良就气哭了 所以嫂子让我们回去哄哄他 这还有心情看霸道动态呢 顾总 太太又去南科给你挂号了 干嘛 修不修 你这裤子干啥偷的啊 赶紧换了 我是西岗的肥牛 虽然三年没有跟我妈讲话了 但是他有点事还是喜欢找他的女婿 和他亲爱的大闺女 所以说还是养闺女贴心啊 今天回去我要把你大鸟哥打得满地找呀 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 咱们进去接着买点菜 给咱妈不一样 反正她胃育不怎么好 这不吃饭能行吗 我们直接买点排骨 回去给我妈刷个排骨 走 妈妈救我 妈妈救我 你是专的 你的 地道超市就下不住了 就买这个骨盘吧 这边是咸的 看他好下巴 这孩子现在都没办法看了 哎媳妇你过来了 为什么这么稳定的我呢 是不是这么皮的儿子呢 汤圆 出来了 哇一串啊 这尿子我们拿一个 好大你好大 哈哈哈哈 这个太假了这个 我拿这倒摆的 你就是想买是不是 对 这也不像这顶僵尸啊 对 我本来就算了 现在的小朋友啊越来越不好骗了 只要我们小时候 一毛钱的那条鸡全部搞定了 背上你的纹装挺好看的哦 不好看 笑一个嘞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看这家门口还两道保险的 这是第一道 这还有一道呢 你瞅啥 我妈还在内部伤心呢 她就欲进小区就上班 我们回去劝一下吧 你们今天俩人穿的衣服都差不多 嗯 这个不一号 哎你好 你拿我手的 怎么啊 就靠你 今天你能处的 你脑也没 我不能累 其实我也挺能理解 她就跟她想法的 我也很支持 因为张本来是在外面收拾的嘛 经常扛了一个大树段子 所以导致她那个腿部啊积水严重 之前我们带她去看医生嘛 医生建议她不要再干重活的 让她多休息 不然那个腿啊 迟早就要废掉了 而且她的马上六十岁了 岁数也不小了 该瞎相符了 那太困难了 在家一折扣一折扣 发一部车 就在家一折扣 你没哄你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干嘛 能在这吗 哟 想看你啊 怎么 别急着说去打工 把扣就不扣 对 我们四个人还要抹不起你啊 不能行啊 不能行啊 嗯 你把我们打的 有的 打打的 打打一百 这就能抗的 你给打的一动啊 该想要不 嗯 说真的 跟我媳妇结婚这几年呢 很少看见张宝兰能伤心成这样 说她不放心 老段一个人在外面干活 毕竟老来办老来办嘛 都希望姥姥能够陪在对方身边 妈 你不知道我心里多哭 你多哭 我没话说 我知道 怎么弄 你不要哭 看男的相看 你两个 怎么弄 谁都去不了 他想走 你让他往上欢迎吗 天天 你不要哭 你不要哭 你哭了 你哭了 都知道 怎么弄 天气冷 冷一冷 再去 天气冷 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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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 别哭了 不要哭了 哭了 嗯 书的呢 你看你们的书 对 你不吵 天天 我媳妇 再跟姜母娘聊会儿 再开头 开头 开头 刚才听大嫂说啊 姜母娘这段时间收了多少斤 你们看她的脸就能看得出来的 就一心想出去打工 说不能靠孩子 她拖累孩子 跟你奶奶说说 让她不要出去打工 好 好 听话哈 嫂子已经把饭做好了 啊 这是一个名声 我要总体陪我们家打嘴 让我哥给我妈好好道个歉 因为我哥老是不理解我妈的那种感受 只有女的才会心疼女的 知道吧 其实大哥也没错 哎 这错了 完蛋 兄弟 哎 你请呀 你一定要 你不这样子 你不这样子 咋了 你安安安 好吗 你这手机抓一下 你可以 这样也挺好的 喜不喜欢哥哥家 喜欢 来 谢谢 咋 怎么样 你 些案 一个 他 就 的 好 是的 好 感谢观看